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布立彰化医院黄一文医师 从事结合病黄治工作已有21年 2006年政府提出10年减半 从剂类的黄治措施 我们结合病发生率以2013年 总算降至10万分之50以下 但接下来全世界提出TV20年黄治计划 LTBI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世界卫生组织奠定了2050年达到无核加盐 也就是发生率达到百万分之一 除了我们要治疗活动性费结合 阻断传播以外 LTBI的执行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个人以2008年CDC有LTBI计划 即开始跟着做LTBI 刚刚开始确实很难推行 因为连很多医师都不愿意面对 更何况接触者 而且还要做DOPT 也就是所谓的督治 个人以一张简单卡通图 跟接触者说明 也就是一个简单的三角形 发病、接触跟感染 当接触者接触到检查单的时候 他必须照X光 如果符合定义 就必须做皮肤测验或抽血 当抽血为阳性或皮肤测验为阳性代表感染 这时候回头来看X光的检查 如果X光检查正常 表示我们身体的续静量不是很多 不造成花病 但是我们一生中有10到30%的花病机会 随着年龄免疫力而有不同 但是对于 Ina9个月的治疗就有很多意见 记得有一次彰化线发生校园结合病 卫生级疾管科的人员到校方解释 接触者检查及预防性投药 科长讲到被快乐家长揍了 因为花病者吃6个月 接触者要服用9个月的药 他们认为明明已经有结合病了 我们还一直说没有问题 明明就是有感染到结合病了 真是群情激愤 这也让我想到应该有更好的执行方式 可以让民众更愿意配合 果然这几年很多文章 在讨论跟比较LTBI的方式 其中由以三个月高剂量的 Isonia Lite跟Wevan Painting有最多的好评 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其纳入建议 个人以102年到103年间 终于将Wevan Painting这个药 专案进口引进来给 接触者使用 做临床试验果然反应热烈 需服用预防性投药者 皆非常愿意接受配合 甚至有别县市 强制本院服用 但爱以实验设计只能晚记 目前初步成果 试验组101人 对照组590人 完成比例 三个月这一组有97.03% 九个月这一组有87.29% 在统计节上是有意义的 而因副作用退出的比例 在三个月这一组为2.97% 在九个月这一组为4.75% 三个月这一组的副作用退出的比例 相对来讲比较低 这些数据因追踪尚未满两年 所以还没有达到发表的阶段 但我想也快了 初步看来 九个月这一组有两个人发病 三个月这一组目前还没有个案 这个结果和国际发表的研究期刊 有类似的效果 虽然三个月这一组看起来比较容易执行 效果也不错 但是仍有几点你需要克服 一、对太多颗粒的心理障碍 因为一次口无九颗药 对大多数人仍会感觉害怕 二、类感冒症状 我们的研究显示 也有10到20%的人会有这些症状 包括头痛、头晕、发烧、疲倦、疲疹等症状 但这些大部分会服药第一、二次后产生 而且只是第一、二级而已 之后会慢慢适应 即使有些人准备个普拿疼 还是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 第三、一次吃那么多颗药 难免会有恶心、呕吐的问题 所以服药的时间还是要特别注意 但好消息是 我们自目前为止还会有甘毒性的问题 这也是临床医师最害怕的问题 所以相对来说 三个月的短期LTBI 也就是所谓的速克服 对医师及服用者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